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在国外买 日本欧洲只能纷纷通过代购网站来中国买回去 通常加价都是在50%以上 华为Mate60 Pro手机12加512GB版本 在中国售价大概相当于14万日元 但日本经销商却炒作到了20万日元 根据最新汇率换算差价近2000元人民币左右 该博主呼吁日本用户千万不要抢购华为 这可能会让中国经销商看笑话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 日本都是一个孤岛效应极强的国家 外面的品牌很难进得去 当年在诺基亚最辉煌的时候 进军日本市场也同样不敌日本本土的索尼和夏普全线溃败 中国手机很早之前就都已经进军日本市场 但去了日本基本都卖不动 但是华为Mate60为何在日本遭遇抢购了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华为刚刚开售的新一代旗舰Mate60系列 从发售日起至今直接拉爆 手机中国报道 有头条数码博主爆料称 华为Mate60系列是一款创下销量里程碑的产品 截止9月1日23点59分59秒 仅华为商城 京东商城和深圳线下通路销售 家喻销售 该机销量预估已近80万值 该博主还强调 这只是Mate60 Pro一款机型的销量 而且电商平台方面只通缉华为商城 京东商城的数据 仅一款Mate60 Pro的保守预估销量就有80万值 华为销售更低的Mate60标准版又会有怎样惊人的表现 现在来看 此前分析师预估的销量可能还是过于保守 据报道 第三方研究机构纳福斯首席分析师李怀宾预估 华为Mate60系列的销量将能超过600万值 比上一代Mate50系列多了大概100万值 也有一种声音认为Mate60系列的销量可能会达到千万级别 进入Mate手机家族前列 要知道现在Mate60系列还有两款高节机型没有发布 此外 上述博主还爆料称 大陆国内三大电信包括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预计将集体采购百万值规模的华为Mate60系列手机 后续Mate60系列手机的销售爆发力不容小看 9月3日18.08 华为Mate60 Pro再度开启了现货销售 华为线上商城 线下门店等多个线上平台均可订购 其中定金销售用户可以直接前往门店取机 但很快线上线下又被抢购一空 华为Mate60 Pro在如此火热的销量下 也让后续供应计划不断拉高 目前根据供应链传出的消息显示 华为Mate60 Pro已加单至1500万台至1700万台 不过从以往华为Mate系列的销量来看 这个数据比较夸张 目前还不能确定真实性 另外还没有抢到华为Mate60 Pro的小伙伴也不用着急 根据来自经销商的数据显示 自9月10日起 华为线下门店将全面销售华为Mate60 最终销量能达到多少 现在谁也说不准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华为的麒麟9000S在市场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这只是华为的开胃菜 真正的大招还在后面 麒麟9100即将亮相 据知情人爆料 华为Mate60 Pro家预计将搭载麒麟9100 这款新的处理器在工艺和性能上的突破将超过我们的想象 华为一直以创新的技术领先为自己的产品定位 麒麟9100无疑将继续这一传统 华为的于成东估计已经憋了一肚子的话 就等着9月12日的发布会 小编也期待在发布会上听到他说出那句遥遥领先 并看到华为用麒麟9100向全世界展示最新的技术力量 接下来我们聊回华为Mate60 Pro在国外被疯抢的情况 华为Mate60系列在全球科技行业引发震动 原因在于在没有谷歌 高通 台积电 三星等科技巨头帮助下 华为仍然打造出顶级旗舰手机 这也引发国外网友的热评 有外国网友表示 一家私营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愤怒下幸存下来 如果中国在所有制裁和关税下仍能繁荣发展 那就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 即美国并非万能 美国有商业咨询公司认为 在完全去美国话下完成的杰作 这一点除华为外 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公司可以做到 华为在遭遇美国的极限打压的情况下 拿出了自研芯片加5G卫星通话手机 对整个全球科技界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也让自身的品牌溢价得到提升 收获了更多的尊重 而在日本一直以来都有对强者的一种尊崇心态 华为Mate60 Pro发布后 日本某实验室第一时间买到了一台华为Mate60 Pro 把这台手机给拆到了芯片级 结果发现真的没有美国芯片 这对于日本实验室来说是无比震撼的 Mate60系列发布以后 有媒体注意到 不少日本网友在知名论坛5CH上对华为大家赞赏 有人称赞华为的速度日本比不了 也有人希望尽快在日本发售 也有日本网友称 制裁后仅仅几年就在本国生产了 老实说很厉害的 开发速度日本比不了 事实上 日本过去对强者的崇拜心态 也体现在当年引入iPhone这件事情上 一直以来 在功能级时代 日本运营商NTT Docomo最早运营全世界第一个3G网络 并建立了一套名为iModo的封闭体系 可以完成智能机所能实现的上网游戏与支付等功能 但后来随着iPhone的问世 对NTT Docomo的iModo是一种降维打击 彻底击溃了日本功能机 从此统治了日本手机市场 日本消费者对iPhone的痴迷本质 也是一种对强者的崇拜文化 而日本抢购华为Mate60 本质也是日本对华为的国产自主能力 以及对抗美国制裁能力的一种认可 一方面是华为Mate60拿出的卫星通话能力 在日本有大用 华为Mate60在国外被抢购 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为的卫星通话功能 可以在没有地面网络的情况下 通过卫星来拨打和接听卫星电话 也可以自由编辑卫星消息 选择多条位置信息生成轨迹地图 在部分特殊的情况下 这个功能或许可以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对于中国来说 卫星通信在城市里用处不大 但是在无人区 荒漠 海岸 深山等没有地面网络地方 使用卫星通信可以帮助大家与外界取得联系 只有当发生危险时才会意识到这个功能的重要性 比如说今年7月份的时候 罗布泊发生的某团队自家意乱事件 如果当时有一款具备卫星通话能力的手机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救命的工具 但这个功能最大的市场不在中国 在国外 有业内人士指出 大部分没有信号的地域都在国外 各种稀奇古怪的暗网通信需求都在国外 更多的私人领地及商业和户外活动都在国外 至于达克尔越野拉利赛 国际旅行 沿海捕鱼 南极探险这些小众活动应用 卫星通话都有需求 而Mate60 Pro是全世界唯一一部 现代化智能卫星终端 没有竞品 有记者采访日本消费者 不少消费者认为 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 最怕地震时手机没信号 另外担心富士山爆发 不冲别的 就冲卫星通信这一点 他们也要抢着买 而日本过去擅长根据自己的国情定制相关的产品 按道理来说 日本会造出自己的卫星通话手机才对 但问题是 日本天上没有自己的卫星 而华为5G卫星通话 恰恰可以解决日本人在地震特殊情况下的卫星通讯刚需 这或是华为Mate在日本被溢价抢购的关键 从当下来看 华为Mate60 不对海外出售也恰恰制造了一种稀缺效应 而稀缺效应往往更能吊起消费者的胃口 当然这种稀缺效应只有在产品足够强 品牌力被认可的时候才能发生作用 而一直以来 由于华为存在的技术品牌形象 在很早的时候就引发了日本消费者的关注 并且国产手机当中也只有华为曾经在日本接近成功 2019年上半年华为获得了日本SIM Free手机销量第一 全渠道安卓手机销量前三的成绩 而华为的这一轮突破也让日本人对华为手机产生了更大的了解欲望 由于不对海外出售产生的稀缺效应加刚需功能 以及日本人的强者崇拜心理 最终导致华为Mate60在日本也引发了抢购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